大家好,我是小强 今天有着欧洲科比知名的斯潘诺里奇宣布退役 结束了自己长达21年的职业生涯 虽然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 但他的退役还是有些突然的 就在上个月 38岁的斯潘诺里斯决定重返希腊国家队 准备参加7月初开打的奥越洛选赛 在这之前 斯潘诺里斯为希腊出战146场球 共计得到1494分 斯潘诺里斯大概是我们中国球迷最熟悉的非NBA球星之一了 06-07赛季他短暂登陆过NBA 加盟的就是当时姚迈还在的火箭队 当时火箭球迷对斯潘有着非常高的期望 因为在登陆NBA之前 他刚刚在世锦赛上率领希腊击败了当时的美国梦之队 那届是锦赛 希腊最终拿到了亚军 而在前一年的欧锦赛上 斯潘率领希腊拿到了冠军 带着一系列国家赛场的荣誉 斯潘来到了NBA 但在火箭 斯潘诺里斯始终没能适应 时任主教练范甘迪 只想把斯潘当成射手 而斯潘是一个需要球在手的主控 这点矛盾让斯潘后来遭到了血藏 只在NBA打了31场就回到了欧洲 当时的斯潘绝对可以在NBA立足 但他已经对这个联盟充满了失望 也是怪斯潘生错了时代 如果放在今天给斯潘如东气旗那样的战术地位 他绝对可以在NBA打得非常出色 回到欧洲之后 斯潘还是那个欧洲之王 两年后就率领希腊帕金奈克斯队 再度战胜欧洲之巅 斯潘也被评选为总决赛MVP 整个职业生涯 斯潘诺里斯拿到三次欧冠冠军 三个欧冠总决赛FMVP 一次欧冠MVP 同时他也是欧冠历史德芬王和助攻王 2010年至2020年欧冠十年最佳阵容 斯潘诺里斯宣布退役之后 东气旗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致敬 斯潘是东气旗一直的偶像 他选择7号和在NBA选择77号 都是为了致敬偶像 虽然在NBA的经历很短暂 但斯潘诺里斯起码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篮球运动员 并不一定都在NBA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